比較熱絡的在聊天以後呢 就發現有他迷人的一面 那你之前在節目上面講的業績這些內容 看我有愛的女生 兩個月 還沒 還沒兩個月然後就被拍到就 就是更濃雅的時候就被拍到 很小的 所以發展中啦 發展中啦 對發展中 對 有心溝通時要不要認愛這件事情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就有講過 就是被拍到之後 就是你們都得了什麼 你講的什麼 其實就是我們是同一個星座 那我覺得對這方面也 就偏低調啦 對啊結果沒有想到會 所以也不知道為什麼被拍到這樣 因為我近幾年就是非常熱愛情緒 這個活動這樣子 那其實都會跟身邊的朋友分享 然後就剛好他有朋友好像要 也想要一起學這個技能 然後就問我有沒有認識的情緒 這樣就被推薦他們來了 比較熱絡的在聊天以後呢 就發現 這麼說 有他迷人的一面 閃婚喔 閃婚的定義是 就現在就這樣 如果真的很穩定 當然就會想要朝這方面去接近 那你之前在節目上面講的 葉齊最選擇的事情 不是我專制粉絲 可能有愛的問題 有什麼有愛的 看我有愛的 看我有愛的 奉勸各位 夥伴們如果要去 欸是現在的節目 思考一下自己要講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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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